所以問一下順鳳老師 那你覺得現在這些年輕的 都被韓國人的舞蹈所吸引啊 這是他們 他們韓國是怎麼發展出來的 他們以前也不行了呀 對不對 其實我有聽說 它是一個project 就是有一個企劃案 它本來是跟我們台灣談的 然後後來沒有被我們採用 所以拿到韓國去 那韓國他們採用了 他們就是把所有的文化產業 然後進行一個大改造 所以他們把一些年輕的 把他們送到國外去 然後他們海歸回來 就是所以他們的音樂 其實我覺得他們影響最大的 就是他們的音樂 他們流行音樂做得非常好 對 他們音樂夠強之後 然後連那些舞蹈 全部搭在一起才有那種 對 還有他們的戲劇 他們就整個慢慢的擴張 擴散出去 然後大家都 都是會被他們的文化產業影響 然後就是進而接受韓國 喜歡韓國 因為政府有把娛樂當作一個 工業跟產業來做的 對 我覺得他們比較像是 他們做音樂 比較像是做廣告 廣告是30秒 他不可能 或10秒鐘 是要讓你記住所有的事情 所以他就先找那個重點 我只要記一個就好 對 然後上下的話 你要不要聽沒關係 但是我中間動就對了 對 就跟Bobby也是一樣 Bobby就一直洗腦 都記得Bobby Bobby 一樣 對啊 嗯 你是說 厲害 很厲害 這個填詞填得太好了 真的 Bobby 所以你看現在全大家都記得這個動作 而且跟這個旋律 好 那我 我這樣不好意思 你說我對台灣流行音樂也有貢獻就對了 是的 真的耶 這樣講 是 好 該你 是 我要唱是不是 好 沒有 董老師跟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其實從 現在大家當然說流行MV的舞蹈 那在以前是不是就有大家在學習偶像的舞蹈 我補充一點好了 就是其實來講 以前最早以前我們那個年代的偶像大概就是小虎隊啊 對 例如說紅孩兒啊 或者吃到草猛啊 例如說團體舞的部分 後來比較年輕的部分來講 就是LA Boys 然後其實影響我們最深 而且他其實真的以前 其實你有一個影響我們大家最深的 其實有一個目前我覺得最經典的啦 從以前流行到現在 現在還可以再用 就是包大哥了 我第一次有看過一個 跑步的人 跑這麼久還沒到終點 他跑了幾年啦 而且他跑完之後就拉 跑完之後就拉 拉拉拉拉拉 所以 因為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跑的這個動作 但是說實在這個動作其實跟剛才那個 叫Locking有點像 因為他 向前跑 其實 經過想像的搭到 對 他就一直跑 跑 跑跑跑 那個腳一直沒有 雙腳很難 就同時在地上的感覺 沒有終點 哇 厲害 對 他每一次 所以我就覺得很厲害 就是 其實跟剛才有一些 Funky的動作 就是Locking的動作有點像 他剛剛這麼一拉筋 接下來他都不會再站起來 對不對 對 對 剛剛說關無節的感覺 我這一陣子應該會沒有素變的問題 對 OK 好 那剛剛說那個愛你啦對不對 藍波老師 也是你編的 對 其實那時候跟心靈合作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他其實 我覺得 應該講說 以前我們在舒芳老師那邊工作的時候 他有一個名言就是說 其實你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重要 適合他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跟心靈結束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第一句話 前面說 老師 我覺得 我跳舞我OK 但是手跟腳同時間就不行 就是他手做手動作 OK 手很靈活對不對 可是他配上腳 例如說你要腳要叫他移動 他就可能會沒有自信 那我就說很簡單 那我們就把 好吧 那我們想要一群女生 就把手牽起來 手都不用做 手都不用做 那就可以做 一直做腳 超可愛 不要浪臉 不要浪臉 浪腳就好了 怕人家會吐 現在導播時拍著你 要拍臉 太可愛 為什麼 我覺得要不要拍臉 因為拍臉的時候浪到無關阿伯 突然嚇神幹嘛 而且那個 那個什麼 不要啊 聖鳳老師 那顧浮城的那個 愛妳愛不完了 對妳愛不完 剛好大家 就是年輕一代 對這首歌的動作 比較知道 比較清楚 對 因為是 對啊 當年是 陳雷一直模仿他的 我們才會 對 這首歌 印象這麼深刻 對 不到耶 喔對啦 示範一下啦 老師 怪一下 我跟妳愛愛愛不完 帥喔 太帥了 我的天啊 太帥了 今天小巨蛋辦個人的舞展 其實那時候跟他一起表演的時候 就是我們還要負責一項工作 就是幫他提一次 因為歌手就是要記很多的舞吧 還有歌詞他們都會記不住 所以我們在當合影天使要告訴他歌詞 所以真的很好玩耶 那個Nike老師你會模仿 暗示奈美會喔 就是也不是會模仿 就是那個時候我們小時候就常常看 然後因為那時候他的風格就是 1996年 安思奈美會紅到爆 對 那時候真的 那時候真的 對 現在還去 掌摸房一下啦 對 就是一個頭髮要甩頭髮 頭髮要甩 還是因為這樣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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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真的 真的跟現在韓國的又不一樣 對不對 對 以前的動作 它更自由拍一點 對 它比較放 韓國講究團體的動作 對 就是要比較能夠有印象深刻的記憶點的動作 其實包括其實包括我們 就是每次在編排的時候都會被唱片公司要求 老師 就是 那其實像安思奈美會很流行的那時候 那個時候有讓那個爵士舞蹈 讓它有一個不同的 那我們稱那個年代叫做New Jazz 然後到現在後來又改成名字叫Jazz Funk 然後就是一直在演進 而且安思奈美會 她小時候就是Dancer 而且那個時候不會要求什麼記憶點 所以你會對安思奈美會的印象是 她的整體風格 你不會記得某一個動作 但是就覺得她跳舞很厲害這樣 對 現在是追求簡單然後記得 那我請那個愛波模仿好不好 那個 蔡依林的大藝術家 對